上次呢 我已經上過關於漢字 就是漢字的介紹 對不對 其實漢字有包括一些它的歷史 那一開始呢 是從甲骨文 就是呢 一開始字呢 就是寫在骨頭啊 或者譬如說 烏龜的殼 對吧 還記得嗎 有聽到我聲音嗎 可以回我嗎 好 之後呢 甲骨文之後呢 有什麼 有經文 對嗎 那經文呢 就是寫在這邊 就是一些筒啊 金啊 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叫頂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傳書 裝書就是 呃 寫在譬如說錢 對不對 這是錢 寫在上面 或者呢 寫在 章 對 對 以前皇上 他 呃 呃 如果要下命令的時候 或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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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一個就是 隆書 對 類 Form 以後這裏書就是 呃 呃 你可以指著 當中和 呃 da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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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隶书开始的时候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行书 这个呢就是 就是开始发明了刺之后呢 就已经有了 就开始人呢就是开始发明了 用毛笔呢 跟一些墨水呢写字 就是写在纸上面 最后就是草书 那这草书呢就是 当 我们要写书法的时候 就是一些艺术 那有些字呢我们就写的 比较多花样一点 然后这就比较草一点点 那这时候呢就叫草书 然后到现在呢 我们现在写的字呢 如果在电脑打字呢 我们通常说它就是凯书 可以吗 好 第一个字 好 大家知道这个图画里面的图是什么吗 阿比很好 是火吗对不对 火 好 这个火呢 为什么它长这样子呢 我们看火的图画是怎么样的 这样子 这样子对不对 那当在甲骨纹的时候呢 人呢就把火呢 就是画成这样子 就是画成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改变呢 变成这样子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像火 同意吗 好 下一个呢 就是车 那你们有看过这个车的影片了没有 对 对 这是马车 很好 这就是鱼 然后这就是水 那希望你们有把我上传的影片呢 把它看过一遍 这样的话呢 你们就是对汉字呢 比较不会觉得说它为什么那么难啊 然后为什么那么多笔画啊 那其实呢 它是都是图画 这样子可以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上的是 一些在汉字里面的笔画 就是在汉字里面的一些笔画 就是Guratanda Sadam Dulisa Mandarin 那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 为什么写中文字啊 写汉字为什么那么难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一些方法 可以吗 可以吗 那所以我又会先叫一些最基本 最基本最基本 写汉字里面大概 会用到的一些笔画 可以吗 好 第一个笔画呢就是 是 那 那 那 有说呢 这些字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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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例如说 那 中文字 还有 一些些字 就是 用 树的笔画 然后 下一个呢 就是 撇 那 那 写字 这个就是撇 比如说我让人的字 好 比如说人的字 没关系我会把我今天讲的一些上传到Facebook给你们 那你们就不用抄也没关系 可以吗 好 这就是人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点 为什么它叫做点呢 点呢在中文的意思就是 这个 titik satu titik就是点 点 golesan点 ini adalah selalu dimulai dari kiri atas ke kanan bawah nah kebalikan dari pi 他比较短 可以吗 比如说好像心的字 对比较新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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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就是点 这个就是点 刚才有什么 我们先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横 对吗 然后第二个是竖 好 竖 第三个呢就是撇 可以吗 这是撇 然后 接下来是点 这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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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撇 这 这就是 这就是 过程中 那个是 与着 或者是 与着 那 arah lipatan atau arah yang arah lipatan itu boleh searah dan berlawanan arah jarum jam 比如说 su su 这就是 su 然后 这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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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itu adalah artinya lipatan atau patah 对 这就是 好 好 接下来呢就是 那 我感觉到 selalu dimulai dari kiri atas ke kanan bawah berlawanan dengan pi kebalikan dengan goresan pi hampir sama dengan 点 跟点 很像 但是 他 比较 长 di lebih panjang oke 好像 pa 的字 seperti tulisan pa pi 然后 na 这样 oke 好 就像是想像,像是想像的 是想像是想像的 好,像是想像的 像是想像是想像是想像 它是好类型 是好类型 是去期间 kait untuk memancing, supaya ikannya itu bisa tertangkap. Contoh goresan yang menggunakan kou, itu adalah 地usu hengkou heng dikaitkan dibuat jadi seperti mengait su kou seperti ini kan seperti pancing su, zhe, zhe, kou ini bukan ini bukan kou dan ini adalah ini adalah ini adalah arti miring artinya adalah miring berarti itu untuk dikaitkan jenis arat masa yang menyebut 写一写的 那 就是这样写的 那 比如说写 可以吗 好 这个就是写 那我复习一下 那我复习一下 刚才我复习要点的嘛对不对 那除了点呢还有什么 折 那什么笔画用折的呢 譬如说 红折或者素折 等等 然后还有的是那 那 这下来呢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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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弱点 然后够 那,在比方 thing我们使用够 然后写 然后,出发 你知道有问题吗? 有个问题吗? 有个问题吗? 好,鞋跟那的差别呢,是在哪里,非常好的问题, pertanyaannya sangat bagus sekali, perbedaan鞋跟那 itu apa? 好,如果鞋的话呢, 它是它有够的, nah, biasanya鞋 itu rata-rata berhubungan dengan够,鞋够, 鞋跟那,那它没有,它就是这样子, 可以吗?所以它有一个ending在这边, 一定要打开, seperti, 所以它就越来越比较厚一点, 可以吗? 那,如果鞋的话呢, 它就会有够, 那,现在我解释又可能没有很清楚, 但是呢, 等一下会有一些例子, 让我们练习, 让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 可以吗? 那, 接下来呢,就是它一些的例子, 会太小吗? 这样子可以吗? 好, 那,譬如说横, 好了, 那,这个横呢,它的例子, 就是这个大的字, 看红红的吗? 哦,好恐怖, 那,大呢,就是先横, 再撇,然后再纳, 可以吗? 然后竖呢,就是先, 就是十的字, 先横了,然后竖,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撇, 可以说八的字, 好, 然后这就是主,主的字一个点,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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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横折, 横折的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孔, 先竖, 然后横折, 好美, 然后接下来是, 那嘛,那的意思是人, 先撇, 然后那, 然后接下来是D, 提的例子, 一个提, 五, 然后横折勾, 先撇, 横折勾, 横, 横, 这个就是月的字, 下一个呢,就是小的字, 竖勾, 横折勾, 欸, 跑掉, 竖勾, 然后撇, 然后, 点, 很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水的字, 先竖勾, 然后横, 撇, 然后撇, 撇, 那, 好,下一个呢, 这是横勾的例子, 譬如说, 你的字, 先撇, 先撇, 然后竖, 然后撇, 然后撇, 横勾, 然后一个小的字, 刚才有没有学过,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竖弯勾, 竖弯勾, 就是圆的字, 譬如说, 一圆一两圆, 然后横, 然后撇, 哦, 竖弯勾,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撇折的例子, 就是说去, 横, 竖, 横, 然后撇了折, 然后点, 接下来呢, 就是竖提, 竖提的例子呢, 是先什么, 先点, 跟梁的字, 横折,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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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提, 撇, 那, 下一个, 下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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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竖折, 竖折就是山的字, 竖, 竖, 然后横折, 竖, 竖, 诶, 对不起, 竖折, 竖,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撇点, 跟女的字, 撇点, 然后撇, 然后横, 然后地的字, 两个点, 横折, 然后横, 竖折, 然后横, 竖折折勾 不是, 这个是竖弯勾, 对, 这个是横折,横,然后竖,弯,勾,勾,为什么它叫弯勾呢?因为它比较弯一点 然后再撇,弯的时候它比较弯,可以吗?比如说弯弯的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斜勾,斜勾,例子是我的字 撇,横,竖勾,提,斜勾,撇,然后那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横撇弯勾 横撇弯勾就是那的字 这个先横折勾 横折勾,然后两个横,然后撇,然后横撇弯勾,然后一个竖 然后,接下来是横折提 横折提的字呢,就是 就是在这个刻的字 这个是简体字,所以才是这样写 横折提 现在没有很懂,没关系,大概听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是弯勾 比如这个了的字,然后在这边 红红的弯勾 先横撇,然后再弯勾 然后接下来呢,是横折弯勾 比如说九的字,神必来撇 横折弯勾 然后接下来呢,是竖弯 竖弯是在四的字,所以想把竖、横、折 然后撇,然后竖弯 最后是横 好,接下来呢,就是横折弯 这是眉的字 三个点 然后撇,然后横折弯 然后一个右的字 横撇,然后纳 接下来呢,就是横折折勾 就是扔的字 撇,然后竖,然后横折折勾 然后撇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横斜勾 对,就是这个凤凤的字 或者风的字 对吗 横斜勾,比如说风的字 然后接下来是横折折撇 这是这个急的字 撇了,然后横折折撇 撇,然后纳 然后接下来呢,是横折撇 譬如抓你字 两横 然后横折撇,然后一个点 接下来呢,就是横折折 这个就是顶的字 这个 素折折 这个还蛮简单的 但是比较少遇到 好,接下来呢,就是横折折 横折就是在凹了这个字 横了折了折 好,最后的是横折折折 就是凸的字 横折折折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就好 结肠 这是横折折 好